你 本房室肯定是故意让晨鱼 半夜守在个有亲母的房里 来气我的 他们现在在干吗呢 有亲母如果半夜挑逗晨鱼 晨鱼把持得住吗 母亲 我现在如果过去 母亲 晨鱼如果坐坏不乱 我现在过去 不就显得我小气 我信任他吗 他要是很柳青 我再轻轻握握的 我岂不是要气死了 不想了 不想了 睡觉 睡觉 柳姑娘 我已经把你治了伤 你是不是应该报答我呢 我想知道你口中和猪鱼 长得很像的那个姑娘 之前和长青发生了什么 你身份不明 而且我能感觉到 你对长青的敌意 所以我不能告诉你 你倒是条忠犬 不听也罢 省得我听了心烦 不过 不过 你想要的是长青 我想要的是猪丫头 难道你不觉得 我们应该合作吗 你怎么办 没事吧 我去给你找动物 吃丫头 这么早 在这里做什么 你是担心柳姑娘啊 还是担心长青 担心就去看看吧 谁担心他们了 我是急着要赶路 她没有待在房里不出来 这样吧 我正好要去看看柳姑娘的伤势 不如你跟我一起过去 走 张卿 柳姑娘可好啊 我 多谢昨日东方公子的救命之恩 张卿昨晚陪了我一夜 刚刚睡下 还请两位可否先出去 不要打扰她 柳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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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摔伤吧 不要 不要 她就是领医科吧 听不懂你说什么 不懂了 一个掌心一肚子坏水 三心二意 奸诈狡猾 怎么可能是领医科 你真是翻脸比翻书还要快 昨天她是狭义之事 现在就变成奸诈狡猾了 难道不是吗 好好好 你说得都对啊 不过来 不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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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离习楚州应该不远了 我送你过去吧 主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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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也不枉费我跟了你们那么久啊 那丫头早在你水袋里下药了 知道你们早晚会出事的 来 这么水灵的姑娘 要是送给头领 头领一定会喜欢 来吧 我去给你找东方公子 来 长青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昨夜发生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昨夜 应该是东方市给你一支池 在床边下了手脚 你先把衣服穿上 我去看看 小二 公子 是今天客房的人去哪儿来 这个房间的客人 今天早上 他好像很生气地跑了出去 与你们一块同行的那位公子呀 追上去了 他走多久了 大概有半天了 多谢 谢谢公子 谢谢公子 是你把毒粉撤下来的对不对 好 我承认 但是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你现在给我马上回戏主舟 此事 我不会再追究 朱朱就是花不起对不对 你不能爱上他 你们是兄妹 你在墨府灵堂的事 在京城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你们要是在一起 你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 她不是我父王的女儿 所以我们不是兄妹 张倩 张倩 不可能 你一定是骗我的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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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头 驾丫头呢 正好要问你 你设计让朱姑娘误会回来 为何没有保护好她 不是我 敢用蒙汗药 敢卢足女人和银子 要不就是昨晚那间客栈 要么就是沙匪走围 客栈底细我早就超过了 不可能是客栈 那肯定就是沙匪做的 敢动主意到本公子头上 要是我找到他们 肯定将他们碎石万段 是吧 以下怎么找 沙匪在沙漠中肯定有探子 先抓一两个让他们带路 要是不带 就杀了他们 一次不行就两次 两次不行就三次 我就不信 所有的沙匪都不怕死 上马 就抓他们去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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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